两岸两岸关系可能会有变化 因为不管是之前马英九去 马英九之后的傅昆吉去 其实马英九去你先回头去看 马英九去呢 在两岸关系上是有战略高度的 然后接下去呢 傅昆吉去基本上面讨论的是 实质交流的细节 马英九并没有达成任何呢 实质交流的细节 因为他不是现任 但是他把两岸两岸关系的呢 那个味道重新调整到一个 当习近平三常委见马英九的时候 基本上面就是OK 我们我们就再重新回到一个 一个和解对话的味道上面 傅昆吉去就是告诉你说 不只是嘴巴上面讲 我们呢开始一二三三四呢 就开始做 我补三个正式时候 马英九呢去的时间正是时候 记住嘛 对不对 现在大家讨论是不是炎皇子孙 非常好笑 也不敢否认啊 对不对 要不然什么 然后呢 马英九本身的话讲的就非常到位 尤其是到参观国父 在广州参观国父的时候 问国父的鞋子多大啦 身高多高啊 什么的 那感觉上的话呢 因为国父的话呢 是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共和国 一个共同的一个认知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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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嘛 对不对 这个这个象征性的啊 然后第三个哭的刚好啊 哽咽的刚好啊 非常重要啊 我都是哭不出来啊 我都尝试一下 感觉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你你不要笑 因为这里面当中啊 我也会哽咽啊 对对对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 那个气氛到了 但是马英九本身一个人就会哽咽 这不简单 像我们两个人聊到一些事情啊 讲到我们小的时候啊 我同心你同心我 我们可以在一起 骁勇而起 那种感觉是来的嘛 对不对 但是马英九一个人的话 我拿了个手法 搞个五次 前面一次两次 人家还觉得味道有点恶心 三次四次 到了第五次的时候 哇成功了成功了 我跟你讲 马英九铺下一个非常好的大道 要给马英九按个赞 这个真的是一个真的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从各种方面角度 因为他选择两次风尘匍匐 带着年轻人 讲这些话 讲这些话各方面 没有一句话 尤其是这种江湖一笑名恩仇 哎呀 居然是鲁迅讲的 这个是用的太好了 觉得大陆整体来讲 都会发觉说 哦 你要能够跟台湾之间展开 因为我们这个马英九去的时候 关系很不好啊 就连副关琪在的时候 因为我碰到杨永明 杨永明不是跟着去了吗 对不对 那他可能在讲 都不知道 但我知道杨永明去了 你知道你当然知道了 对不对 因为因为因为 因为我我也是 如果最近跟杨永明 有些接触吗 就有些 因为他跟我讲说 这个整个在这个 非常不好的氛围当中 能够做出任何的突破 都是赚到了 啊 因为这个 大家都是觉得需要吗 那复关琪本身做到第一个 他是现任的立委啊 是 对不对 还是叫什么 是不是国民党的什么 盖世长 他是 他是中央政策会执行长 中央政策会执行长 对不对 也是也是党团 这个也算是拿出这个政治不正确 对不对 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他带了17个立委啊 不带一个人啊 是 17个很庞大啊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本身他就是民意啊 对不对 啊 那你民意党不是重视民意 他们就是民意啊 对不对 所以说到他为花莲的民宿喊命 我觉得这也很好啊 我觉得整整体来讲的话呢 这是一种安全 我们讲的不是生意啊 我们讲的是安全啊 是个和平啊 对不对 是个保证啊 那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 嗯 好 当然重重点在于就是说 因为毕竟他们是在野党 在野党 虽然在两岸之间的交流 大陆方面呢 也做出了四个方面的正式的回应 可是要真的能够呢 恢复交流 大家呢 虽然道不同不相我为谋 可是有很多的交流 是不需要把他上纲上领 到呢 政治跟意识形态的 就是从一个 从一个民族感情的交流呢 就可以进行的 不用每件事情都上纲上领 到到这种的国 国足的这个层面 这种情况下面来讲 赖清德 即将要上任的赖清德 会不会去接这个球 我的判断是赖清德准备接 太明显了 因为美国的罗森伯格来了好几次 就叫他借一球 把手套给他 对不对 你只能够嫌手套不够大 其他你也不好 就准备接 再者的话呢 这个民意当中呢 也是说大家的反应啊 也是觉得说是两岸之间的往来 需要能够做出一些事情 对不对 然后另外的话呢 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说赖清德是新人要有新气象啊 对不对 那你这个小英的话呢 我跟你讲关键就是卡在 民进党本来以为跟大陆往来 可以借这个机会 把台湾的政地位翻一翻嘛 那现在发觉这里头做法上没有用啊 我刚刚讲到 树脚会讲的你国我国的话呢 基本上又危险 又不合情 也不合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赖清德都没有发表意见嘛 就是说他自己想要一锤定江山啊 因为之前不管是Rosenberg来 或者是布林肯去大陆 其实他的用意就是 要把拜登在总统大选之前的所有的障碍都排除 把局面稳下来 当布林肯呢去北京 跟布林肯呢到中东 都是为了要解决拜登选举的心头大患 对 绝对不能够呢有擦枪走火 那台湾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 从昨天啊 美国的美国的就是说呢 国务院的亚太助亲康达 康达是谁 康达是杨耀明的同班同学 康达呢昨天呢在在在国会里面在美国国会里面讲话 他说美国呢对于中方非常清楚的表达 就职典礼前后都不应该增加局势紧张及破坏和平稳定 是说在赖清德的就职典礼前后 那康达呢特别强调说 因为美国认为赖清德在选后的言论相当负责任 表明美台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承诺 当然这样子一个表达 康达的表达 表示呢赖清德就任之后 我之所以在过去我开玩家讲说 从外国人角度来讲 他们会以为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是韩国语 因为你看到新闻当中都是韩国语 可是你几乎没有看到赖清德 赖清德呢在选后 除了发布内阁人士之外 请问你记得赖清德讲了什么 赖清德几乎没有讲话 我几乎没有完全没有讲话 他的他的他不是表现很好 他是很压抑 就是美国压着他 好吧当然康达的讲话可能也预告着 520的讲话 赖清德基本上面很可能是 就是现在的蔡英文蔡归赖水 不会有什么出格的表达 无论如何都要卖拜登一个面子 撑到11月 11月之后怎么样不知道 但是呢因为这样子的表达 所以赖清德有可能对于马英九 傅昆奇这波的立委团 以及大陆所释放出来的善意 可能会有条件的回应 所以我判断两岸两岸之间 尤其在观光客的部分 尤其在花冬这一次遇灾之后 我认为台湾大陆之间的观光客 2018年终止之后的观光客的相互的往来 有机会了 这个这也是我自己的判断 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另外我强调两个部分的 一个部分就是说 环球时报在上礼拜采访的 Gran Allison 就是休基地的陷阱 哈佛大学的教授 对不对 甘莱迪研究政策中心 他讲的非常清楚 就是美国已经把这个 你刚刚所讲的那部分 已经是清晰的告诉了 这个台湾方面 所以说不会有休基地的陷阱这个问题 不会发生战争的问题 大家可以感觉上 暂时可以舒缓一口气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呢 我觉得呢 目前为止呢 就在还不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他就是卡在两岸之间的网约是卡在一个认知上的问题 那我们原来中华民国宪法讲的大陆跟台湾的分大陆地区 台湾地区啊 就是设计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要如何顺水推舟啊 我觉得需要的政治智慧并不多了 我觉得赖琴德应该是会朝这个方面来想 所以我觉得你的基本上的分析的话 当然 做预测有可能出错嘛 不过说这个是合理的预判断 嗯 好吧 接下来这段时间呢 其实在台湾的政治呢 在昨天 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G7共同发表的 我们不再发表任何反核的言论 这件事情把民进党的一块神主牌丢到火堆里烧了 这件事情呢 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人谈到 你会有那G7讲的G7美国日本都都在里头 美国跟日本都这样子讲的时候你认为台湾还有人谁敢反核 反核的时代呢已经已经过了 这是呢昨天对台湾战后史当中 民进党崛起之后一件化时代的大事 反核已经结束了知道吗 就是许多现在呢在在在这两天还在讲讲蠢话的 还在呢跟针对呢就是干事储存呢 在在讲一些的风凉化的觉得干事储存 跟了核电的重启没有关系的 那我就真的觉得你不只是笨了而且是贱 你根本搞不清楚那G7的讲话对台湾对民进党会产生的牵制跟居住力 这件事情已经已经定了这件事情是定的了 啊对那另外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看着走 对就是对于两岸之间的交流形态 台独仍然是高度的政治正确 但是未来挑战了这个呢台湾的最后的政治正确 会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形式且站且着且走吧我们今天呢在 我觉得我们今天谈的非常的深刻 非常深入非常非常深入 你有有有冲动要找找我去演讲了吧 我有冲动我跟你讲啊 我跟你讲啊 可是我不会去 哈哈哈 哎呀我跟你讲啊 因为你本身麻烦了 你是校友是正式系的 正式系找你也不去的话呢 来跑到职业系你不要命了 对不对 这个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啊 有关于这个政治正确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学生我觉得整个学校都应该请你来谈一谈 因为你本身在台湾出现 就是拿政治正确来对抗政治不正确 因为你那个时候我会动员很多那种什么 搞政治正确的人来 来来来来来抵制吗 就是明显会有冲突吗 就说你现在要按照你这个讲法中 我觉得你今天很清楚的描绘出来 道德勇气是管什么用 对啊 就是道德勇气 就是面对政治正确用 政治正确呢就是风向 政治正确呢就是一种呢要阻碍你理性思考辩证对话的一种外在的形式压压力 让你的在所有的民粹主义的为根苗的政治正确面前的时候你要低头你要沉默你要明则保生他会给你一个你你这个俊杰因为你是实物 所有的政治正确呢是为事实物的俊杰而准备的但是这个社会如果让政治正正确一直呢成为你头顶上的挥之不去的阴霾 这个社会呢是不会有有成长是没有救的灾难来的来的时候大家相互的怨怪说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怎么怎么会发生战争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你在面对政治正确的时候你不管发出你真正发自内心的道德良知的声音 从未来的电话里里面的声音